好了 各位同学 我提前两分钟来到了直播间 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 如果能够听到我讲话的话 大家在直播间跟我问个好好吗 好 同学们晚上好 能够听到是吧 今天是第一堂课 那所以呢我早来两分钟和大家先简单的聊一聊 所以你们也能够看得到啊 我今天穿的相对也比较正式 但也没有很正式 因为过去呢我们上课喜欢打着领带 打领带呢一个是给同学们一种 比较严肃紧张的感觉 另外一种呢老师们肩膀也不舒服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改成了商务休闲变装 因为是第一节课 所以还是以一个相对正式的状态和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 那大家现在听到的是直播课堂 也就是说我现在呢是活人 就是你终于见到活的小剑老师了 那屏幕对面呢 我相信也是大家 可能是很多同学刚下班 或者可能很多同学呢刚开始学习审计 那面对着屏幕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个屏幕 那我能够看得到大家的状态 大家在评论区呢也能够发表你对课堂的一些看法 那希望这样的一种形态呢 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学习的更加轻松 更加愉悦 让大家能够不知不觉的 把审计这门课给它学完了 然后呢给它考过了 行了 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稍微等一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我看到有同学说啊 说我太瘦了 确实啊 从去年 大家可以去看看 去年的这个抢先学的课程包 或者有同学可能听过去年的课 我从去年的到今年到现在为止 可能瘦了有将近15斤以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可能是比较忙 或者呢 尤其这段时间啊 尤其的忙 天天挑灯页站给大家去改这个书 重新编写习题 因为众所周知 今年审计的变动还是蛮大的 希望啊 把这段煎熬的日子熬过去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能恢复一下我的体重 好吧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好了 那现在开始呢 就是晚上的七点钟了 以后我们每次的课程 如果在晚上 那应该是七点左右开课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时间 未来的七点钟 我们就一起相约在审计的直播课堂当中 那开始上课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可能很多同学跟我是老朋友了 也可能很多同学呢 和我是心相识 那我在塞尔教育给大家主讲两门课 第一门课是注册会计师 专业阶段审计这门课 第二门课呢 是注册会计师综合阶段试卷一这门课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要成为注册会计师 那至少应该在这条路上 跟我见面两次 第一次呢 咱们一起把审计这门课给他考过了 第二次 咱们一起去备战综合 所以呢 我会非常认真的 非常负责的 非常陪伴的带着大家 一路直到你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这条路上都会有我的身影 那我呢 其实自己本身是做审计出身的 那后来呢 在事务所的专业技术部门工作 那主要的研究方向 也是会计审计的理论 以及实务运用 那大家可能也清楚 审计这门课呢 为什么被称之为天书 主要就是因为 学的内容 实践中的内容 考试当中的内容 它们之间还是有些距离的 去年考完试之后 很多东西都反馈 说老师你看那试卷上 那么多案例 好像都是来自于实务中的案例 而我是企业的财务人员 我从来没有到事务所去做过审计 所以呢 这些东西可能会让我觉得有点懵 那因此怎么办呢 我将利用我在实务工作中 积累的大量的经验 来帮助大家和考点结合在一起 尤其在今年 咱们尽量多的 从考试导向 从实务导向 给大家去分析问题 去讲解审计 我相信这是我的工作履历 能够给大家的一些帮助 好了 我的自我介绍呢 就说到这儿 那总而言之 千言万语一句话 就是希望 我的努力和大家的努力 形成合力 咱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 把审计这门课 给它考过了 如果在考的过程当中 还能使得大家开心一点 愉快一点 那我觉得 就是让我更加开心的一件事了 行 自我介绍 说到这儿 那今天这节课呢 毕竟是第一节课 所以开课之前 我想嘱咐大家 这么几句话 有关于学习方法 第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在问我 说老师 我备考2021年的审计 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这件事咱们首先说清楚 第一点 官方教材 要不要准备 我的答案一贯是非常肯定的 各位同学 需要准备官方教材 这是要有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 今天咱们把它说清楚 不是让大家 自己抱着这本教材 这么厚 你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 我觉得 可能你看不进去 看进去了 和考试之间的关联度 可能也不高 那怎么办呢 把它放在手边 作为手边窟 检索库 图书馆 放在这里 做这样的一个用处 第二点呢 也是为了一种仪式感 你说你考完试 考完筑块 连官方教材都没有 都摆不到你的那个书架上 未来你们家的小朋友问 你说爸爸妈妈 你考过筑块了 那课本在哪呢 你说爸爸妈妈当年没买课本 这说不过去 所以教材是要有的 那在学习过程中 大家主要依赖 什么样的辅导书呢 我建议大家 以使用我的打好基础 和只做好题 为主来进行复习备考 所以第二个 大家需要准备 打好基础 以及只做好题 这两本辅导书 那这两本书呢 如果参加塞尔教育直播课的同学 大家就耐心等待就行了 后续会寄送到大家的手中 我最近正在做最后一轮的同稿 按照新教材给大家做最新的修订 请大家用的放心 当然在后续冲刺飞越这个阶段 我们还会给大家 带来飞越阶段的相关材料 那么在去年 叫做精准冲刺的 斯尔99G 以及 斯尔比较具有口碑的 斯尔摩考 这些内容 也不需要大家 另外的去付费购买了 会一并的 按照阶段 按照时间 寄送到各位同学的手中 所以参加我们课程的同学 你要做的就一件事 耐耐心心的跟着课就行了 其他的事 老师和斯尔的团队 会帮大家安排好的 这第一件事 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第二件事 听什么课 怎么听课 今天咱们把它说清楚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课 叫做直播 去年的数据 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 为什么 我们去从后台对比一下 听直播的同学 和单纯看回放的同学 他们的完课比率 什么叫完课比率 坚持学完的 直播 大概是听回放的 二点几倍左右 这个数据 就让我觉得非常吃惊 由此可见 直播这种形式是高效的 是大家能够坚持完的 你今天就会感受到 哎呀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而不像我自己对着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有一会儿玩玩手机 一会儿吃块巧克力 一会儿喝口水 那个时间过得好慢 然后学呢 效率也比较低 所以大家一定要紧跟直播 这件事是我对大家的嘱托 同时我再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我发现啊 每年坚持到最后 完课的同学 那个比率 和每年考试当中的通过率 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比较吻合的 这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我总是鼓励大家 我说坚持听完课 坚持上考场的同学 大概率你们就是那一波 最后要通过的同学 所以注快考试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只要把它坚持下来了 只要你把它学完了 其实你就战胜了一些 绝大多数的人了 最后通过的人 大概率就是你 那不是我还能是谁呢 所以这是直播 所以这件事 我给大家今天做一个赌托 那么当然配套的直播呢 大家还要关注这么几件事 为了更好地督促大家 每次开课前 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候 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的班级社群当中 进行打卡 这个打卡的作用是 有一种仪式感 你说我今天按时上课了 打一个卡 同时也对我是一种督促 如果有一天我看到说 哎呀同学们 为什么打卡率这么低啊 今天为什么都不来上我的课呢 我就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小金老师 讲课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双向促进的一个办法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去打卡 这是一种非常有理由的督促 其次呢 我们在每节课下课之后 会大家下发该次课程的课后作业 我会给你布置课后作业 那么今天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的班级社群当中的 班导的学长学姐 就会把我们今天的课后作业 发布在班级社群当中 请大家去及时的进行认理 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听课 如何利用好班级社群当中的一些督促 好第二件事我们就说完了 我应该说的也比较清楚啊 来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打好基础和只做好题 最近我在干嘛呢 就在认真的修订这本书当中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案例 每一道题目 所以这本书我现在拿在手中的是去年的 今年的这本书 我会夜以继日的把它改完 当然大家呢不要催我 因为慢工出细活 但是我会尽快的 这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该如何进行利用 所以打好基础加只做好题 我希望它成为陪伴你未来一年学审计当中 你的手边书 你不要离开它 拿在手边认真看 认真做 能够合理保证大家 通过审计考试 我认为不需要再去找别的材料 不需要再去找更多的习题来演练了 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法 那么在今年的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当中 我重点说一下大家需要关注的几个核心的地方 我这本书呢不是给大家炒冷饭的 说去年什么样 今天就什么样给大家印出来 绝对不是 我做了非常大篇幅的修订 那个原始稿件当中全都是红色 还有改的密密麻麻的 主要的改动呢 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么几个方面 我在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当中 给大家设置了三个专栏 其实不光是我 我们六门课的编委会的老师们 都设置了这三个专栏 第一个专栏叫做解题高手 顾名思义 不用我说各位清楚 啥叫解题高手啊 就是解决你不会做题的这种困惑 你说老师我上课都能听得懂 下课呢一做题我就错 为啥 我是不是脑子笨 我是不是像刘忠一样 我是不是不聪明 不是 可能是因为你学的知识和做题的能力之间 没有衔接好 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我把那些解题的技巧都放在了这 我毫无保留的 比去年更丰富的 给大家写在这了 没有任何的保留 所以你上课能够听到的解题技巧 我在上课时候会告诉你的那些坑 全部都在解题高手当中 要认真看 第二个 我们在打好技术制作好题当中 给大家今年加入了更多的 典型例题和典型案例 这个专栏叫做典例研习 既包括题目 也包括值得在考试当中留意的十万例 而且我配套了大量的解析 在典例研习这个栏目当中 有些题目 我们值得举一反三 甚至举一反五 举一反十 所以我在典例研习当中 存在陷阱的那些题目 给大家又额外写了陷阱提示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 陷阱提示六门课 打好技术 只做好题当中都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经济法这门课是胡浩然老师 今年主笔的 胡浩然老师是一线的律师事务所 其实他的这个背景 他与经济法和我与审计是比较类似的 他的陷阱提示写的 我觉得是精彩绝伦 让我都觉得叹为观止 望其向背 所以各位同学 我再强力的安利一下 胡浩然老师的经济法的这本书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使用 这第二个 典例研习这个栏目和陷阱提示 我们争取解决 做一道题等于做几道题这样一种效果 第三个我们在这本书当中 还给大家加入了一个专栏 叫做原理详解 原理详解解决什么问题呢 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这两年审计考试 大家会发现 说老师我在平时做题的时候都会 上了考场稍微一变通 我就做不对了 我就会错 就被打趴下了 量量 那怎么办 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教条的 再去阅读或者再去记忆 教材当中的原文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知其所以然 把背后的原理搞清楚 那可能才能处理旁通 所以这三个专栏 解决的就是同学们遇到的痛点问题 这个非常直接了当 一针见血 然后最后呢 我希望在这许个愿 大家如果能够收到 我今年的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之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的评价 就五个字 真的不一样 那我就满足了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初衷 就是要做到这本书 真的能够和 我们在平时当中 大家所用到的材料 能够做到 体现出我个人的特色 把我所知道的东西 尽量倾尽所有的告诉大家 所以希望能够 获得大家这样的评价 那我觉得就是 对我辛苦工作的一个认可 那这个我就会比较开心 好吧 这第三个 打好基础和只做好题 当然大家现在呢 收到的这个讲义当中 你也发现了啊 这是一些第一章的节选 如果认真看过的同学 或者翻翻的同学的话 应该会体会到 我今年做的一些修订 和我的一些小心思 这是第三件事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最后一件事吧 就学审计的方法 方法这个啊 我在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呢 我喜欢用两三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给大家讲 后来我放弃了 我觉得没用 为啥呢 我讲那么长时间也没人听 但是啊 方法这东西还不能不讲 有的时候你走路 这条路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可能都走了几个月了 就发现 哎呀老师 我好像遇到了困惑 然后来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你说 我说你有没有把最开始 讲方法的那个课 好好地听一听呢 他说没有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考点 所以我没听 这就是问题 但是如果三四个小时太长了呢 你们也真的不喜欢听 所以我简明额要地说一说 学审计的最大的几个方法 和大家要避免走入的误区 第一件事刚才已经浓墨重彩地说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跟上直播课 通过审计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其实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完了 也就不知不觉地通过了 所以毅力很重要 以后啊 每节课我给你写际语 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的际语 给你力量 把这个课给它坚持下去 能够学完 这就是第一件事 很简单 第二件事 我希望大家充分地利用好 我们这本书当中的专栏 当然不仅是我这本啊 六门课的体力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别出心裁 就这么去讨论出来的 希望这些体力 能够有效地帮助大家 解决专门的问题 所以叫专栏 那这几个专栏 分别解决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说了 解决做题的问题 解决举一反三的问题 还有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一定要利用好 反复看 这就是通过审计 特别特别重要的关桥 第三 这四个字 我再次送给大家 叫做只做好题 大家可能想问 说老师只做好题 这个好题你怎么定义呢 我觉得对好题的定义呢 一定是尊重真题 尊重经典 尊重原著 那这些题目 方可称之为好题 好题值得大家认真做 对面老师做几遍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能扎扎实实的做一遍 我觉得够了 而对于其中出错的那些题 咱再看一遍 足够了 什么叫扎扎实实 有人想问我 我想回答的是扎扎实实就是 这道题摆在咱们面前 A B C D四个选项 哪怕你选对了 亦或你不小心做错了 你在纠错之后 你在复盘之后 能不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 每个选项为什么对 为什么错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叫扎实 如果你做不到 你说我是侥幸选对了 但是有些选项我磨棱两可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我是葫芦吞枣不小心做对的 那这种情况下 不能称之为扎实 那这道题相当于你没有做 因为考试一遍行 你照样会出错 所以在这儿 我再说一遍 只做好题 扎扎实实做好题 好了 方法我就说这三点 说多了 我觉得也没用 大家也听不进去 所以简明额要谈这么多 十来分钟 我们把前面这些方法的问题 都解决了 那接下来的事就是 大家一起整理好行囊 我们要开始学习今天的课程了 我在今天上课之前 也在微博上 收到了一些同学发来的问题 说老师开课了 前面的抢先学 我都没听呢 我要不要听 我个人的建议是 在前期课程负担 还不是很重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把抢先学听一听 这个有利于大家消化和吸收 好 那今天开始 我们正式来学习 审计教材的第一边 第一章 审计概述 大家手边呢 应该陆续的会拿到新教材 或者是我们的 打好基础和制作好题 在没有拿到之前 我们在班级社群中 给大家下发了全套的电子讲义 请大家打印出来 拿在手边 先将就一小段时间 好了 打好基础 制作好题当中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材料 和我们后续给大家印制的 这两本书应该是一脉相成的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的体力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了 那第一章讲什么呢 审计概述 我就告诉你 什么是审计 审计当中有哪些基本的概念 那首先 我们先来对这一章 做一个简要的学习提要 这个地方 我在今年的授课中 注入了比较大的改革 和去年的陈列方式 发生了显著的不同 每一章 我都会从以下五个方面 给大家做详细的阐述 第一个方面 分值分布 就这章考几分 你别看这章叫审计概述 你就会想 说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快捷的导论 什么税法总论 考试考几分 最多考一分 充其量考两分 不是啊 同学们 你千万不要陷入这样的误区 这章虽然叫审计概述 但是在考试当中 它是一个超重点的章节 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 最夸张的一年 我统计啊 最近五年当中 最夸张的一年 曾经考超过十分 这是非常可怕的 全书一共在二十几章 你第一章竟然就考超过十几分 所以同学们 我希望大家对第一章 必须高度关注 在每年的考试当中呢 通常会考察三道四道的单选题 一道到两道的多选题 平均来说合计分值 比较合理的区间 五分到八分 第二个维度 我来说一说 这一章的记忆难度 为什么今年 着重的要说这个问题呢 因为太多同学问我 说老师审计用不用背 如果用背 该背哪 那于是 我们现在就开门见山的说清楚 这一章用不用背 哪里需要背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这一章肯定是有大量的 琐碎的基本概念的 但是也明确的告诉各位 这一章不考简答题 也不考综合题 那既然不考简答 不考综合 不考主观 那么就不要求大家去背诵和默写 那因此不需要大家大篇幅的原文背诵 那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要解决单选多选当中的证悟判断 那证悟判断的题 大家主要的学习方法就是记准提演就行了 什么是提演 我在上课时会告诉大家 这是第二点 第三 这一章的实物性强不强呢 整体来说这一章的实物性不高 主要考的是理论 但在这儿我给大家买个伏笔 我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玩 这一章有一部分内容讲什么 讲认定 认定的可能是大家学习审计当中的第一个拦路虎 你会觉得哎呀挺难的 但是这种心态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要怕 因为认定的这个知识 需要我们把整本书都学完 再回过头来看 直到考前 我带着大家去做综合题的专项突破 那个时候可能你才能够炉火纯青 才能够比较娴熟 所以认定第一遍学 把概念学透了就行了 所以学认定这件事 是一个阶梯状的上升过程 那么今天咱们要做的 就是踏上第一个台阶 所以各位不要焦虑 好了 下面的第四个维度 给大家说一说 对各位的心态疏导 这一章的概念非常多 可能你第一次学 其实挺抓狂的 哎呀好崩溃啊 概念怎么这么多 所以大家呢不要求快 我们会利用今天和周六的这节课 帮助大家把第一章讲完 所以我们多花点时间 我也建议大家多投入时间 学第一章 细脚慢咽 学到后来呢 你会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世界上原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啥意思呢 就在这条路上走的次数多了 哎慢慢的那个脚印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章的概念 未来会成为大家的常识 最后一个维度 跟大家说一说啊 每年的同学们在这儿学习的时候有什么误区 在大多数的学科当中 咱们不得不说 第一章都不太重要 但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审计的第一章 好重要超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有课板印象 这一章无论是理论还是考试 都是核心章节 各位同学不要轻视 这可能就是最大的误区了 好了 这一章 我从五个角度给大家分析完了 大家觉得 有没有把这一章的特点 给大家说清楚呢 如果你觉得OK 说清楚了 而且比去年的课程讲的更丰富了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鼓励 给我比个心 好吗 好了 那说完第一章的特点之后 我们就开始介绍第一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叫做审计的概念和保证程度 顾名思义啊 告诉你什么叫审计 那首先 上来的第一个问题 是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类型 好像这个事跟审计没啥关系啊 那为什么上来要讲这个呢 为什么 大家可以跟我猜一猜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上来给你讲这个 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高大上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告诉你 你学完注册会计师 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什么 你能干什么 第二个原因 咱们也非常的功利啊 因为这个地方考 而且每年都考就这么简单 所以咱们要浓墨重彩的把这个地方讲一讲 这地方的知识点呢可能也比较细碎 所以呢我先不给大家把原文读一遍了 我们通过脉络图和举例的方式 带着大家来理解一下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类型 什么叫业务类型 说白了就是你考完注快 你成为CPA 你未来能够干什么 你说你考完了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那这证不就白考了吗 所以啊咱上来要讲这个 这可能在书上没有 但是它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先分两个维度 大的主干线 我们把注册会计师能干的事 分成两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见证业务 第二件事四个字叫做相关服务 好咱们先来说什么叫做见证业务 所谓的见证业务中的见 你也看过一个节目啊 天天见宝 鉴定了一个手镯 古丸字画 鉴定 就这意思 所谓的证呢 就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 帮助你做鉴定 然后给你提供一种保证 加在一起就叫做见证 那谁做这件事啊 注册会计师啊 咱们考了六门课 非常6加1 最后就是具有专业知识经验的技能的人员 然后呢 我们来做见证 并且给相关的使用者提供保证的一种业务 称之为见证 在见证业务当中 我们进一步把它分成三个细致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咱这本书的名字叫审计 第二个维度 这本书没有展开做介绍 所以只需要大家做非常非常简单的了解 叫做审阅 第三个 这本书提到了 但也没有展开讲 名字比较长 叫做其他见证业务 简称其他 那咱们逐个来说一说吧 再来说审计 审计呢 咱们要进一步的给他分一下 我们这本书一共二十几章 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 慢慢的学习旅途 都在讲财务报表审计 所以写在这 叫做财报审计 什么叫财报审计呢 一句话把它说清楚啊 就被审单位编制财务报表 这财务报表符合会计准则的规范吗 公允吗 里面是不是不存在重大错报呢 谁来帮忙看 注册会计师 也就是未来的你们 来发表意见 这就叫财务报表审计 当然在第二十章 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企业的内部控制审计 你看只有二十章 这一章讲这个概念 什么叫内部控制审计呢 一句话把它说清楚 所谓的内控就是规章制度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企业也有一些规章制度 把它叫做内控 那我想知道说这家企业的内部控制 真的运行有效吗 真的建立健全了吗 那怎么办 注册会计师帮我去鉴定一下 然后给我出一份报告 这样的业务呢 叫做内部控制审计 是对规章制度的有效性 来发表审计意见的 在二十章给大家做介绍 行了 知道这两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审阅在教材当中呢 介绍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其实审计这个业务 可能做的工作比较多 可能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 也比较多 而审阅呢 相比于他 做的工作要少一些 更加轻便一些 更加简洁一些 后面我也会再给大家 补充一些基本知识 令人比较头大的是这个 其他见证业务 为啥 因为教材压根没讲 但是呢 考试喜欢考 冷不丁的在考试当中 就会冒出那么一两个题 所以呢 我在这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需要大家拓展性的了解 一种其他见证业务 叫做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这个业务 请大家把它记准了 也说未来如果考试的话 大概率如果考到 其他见证业务 那考的一般也就是他 他和审计审月 有什么区别呢 审计审月 一般来讲 针对的是历史上的信息 过去 一切过往 都会形成这份审计报告 而这份财务报表 摆在我们的面前 它是对历史数据的一种反应 而预测性呢 是展望未来的 未来的预测 那注册会计师 能不能帮我看看 靠不靠谱呀 这叫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它 好了 见证业务 就这三项 那你看 注册会计师做见证业务 其核心 是要发表我们的专业意见 通过鉴定的方式 提供一种保证的程度 这个思路 大家把它搞清楚 接下来 我们来说相关服务 什么叫相关服务呢 就注册会计师 可以做的事 真的特别特别多 我建议大家 学相关服务的时候呢 就可以从我们 思耳教育的各位老师身上 找到一些相关服务的影子 比如说我带着你找一找啊 你看相关服务当中 有一种服务叫做管理咨询 什么叫管理咨询呢 比如这家企业 我的供应链做的不太好 我的人力资源做的不太好 或者我的财务战略 我觉得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找这种比较专业的人 过来帮我看一看 提供一些咨询意见 谁做这个的呢 于静博老师就干这个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学战略那门课 你搞清楚了 是吧 因为你未来可以利用战略的知识 去给企业做管理咨询 所以小于老师身上 找到了管理咨询的影子 再举个例子吧 比如大家可能也都比较清楚啊 在实务工作当中 我经常说 就相关的税务问题做个咨询 所以税务咨询 这也是一个相关服务 谁干这件事的呢 我们也从陈硕老师的身上 找到税务咨询的影子 他就是做这个的 他在四大会计事务所 从事税务咨询工作 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 当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资深的 做税务咨询的职业经理人了 税务咨询可以做很多的 税务咨询 税务规划 那这也是注册会计师 可以做的相关服务 因此你要学税法 还有什么相关服务呢 还有一种叫做 带边财务信息 所谓带边财务信息 咱住会议学会计 你也跟大飞踹学会计 是吧 刘总老师 跟你讲会计 你说我学了会计 我能不能够帮助企业 去编制财务报表呢 如果他聘请我 给我钱 让我当顾问 当然没问题 这个业务叫做 带边财务信息 还有什么 还有一类比较大 叫做对财务信息 执行商定程序 什么叫做商定程序 从字面意思理解就行了 双方协商 进而确定了 某种类型的程序 那么双方可以协商做什么呢 哎呀那事就多了 举个例子吧 其实我在今年的解题高手当中 也给大家写了 比如说我企业 我发现我今年 利润的实际数据 和我最初预想的预算数之间 还有一些差异 我想找找原因 说为什么会产生 实际和预算的差异呢 我找到注册会计师 我学你不是也学财管吗 哎你帮我看一看 帮我分析分析 为什么呀 那于是 我们注册会计师 可以帮助他 就协商的这部分工作 来展开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可以执行一些程序 发表一些意见 提供一些专业上的帮助 因此刚才这个例子当中 你就知道了 咱们注快为什么要学财管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看 在这个部分当中 你能够找到四儿老师们的影子 也能够找到什么 能够找到你学习这六门课程 在现实当中的意义所在 好了 给大家把知识讲完了 最后咱们来说说考试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考什么题呢 最喜欢考的是多选题 多选怎么考 就一种考法 大家听我认真说 就一种考法 说下列各项中 哪些属于见证业务 哪些属于相关服务 让你做区分 你不要小看 你说小庭老师就这 我告诉你啊 就这种题每年大量的人 前扑后继的掉到坑里面去做不对 为啥 你就觉得第一张上来 这第一个知识点不重要 你就掉以轻心 或者你学到后来 鲁迅那句话 忘却的旧主又要降临了 早把这东西忘在九霄云外了 而事实上考试出来 第一道多选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不要轻视它 考题类型就这一种 所以这种题一定不能出错 白送分的啊 同学们这两分啊 好了 然后可能同学们有困惑 说小庭老师啊 你刚才讲了好多好多 这个背后的故事 但是呢 我都没有记下来怎么办 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我给大家说过啊 我能做的就是 我希望我做到的是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所有 在2020年版本的打好基础 我只做好题当中 可能还没有写的这么细 但是请你翻开 我今天给你发的奖页的第二页 当然未来在书上也有 在这地方给大家写了解题高手 我刚才给大家所讲的这些所有内容 所有的解题技巧 如何去理解这些概念 全部的毫无保留的写在了解题高手当中 各位 你们看到了吗 如果看到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个OK 我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让你们满意 能够帮助你们学的更轻松 好了 于是说回来 在这儿啊 打好基础第二页 我给你该写的都写在这儿了 下去之后给咱再认真地看一遍 最后回顾一下 见证业务当中有三项 一二三 审计 审阅 其他见证业务 相关服务当中有四项 来闭着眼睛跟我说一说吧 代编财务信息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还有什么 税务咨询和管理咨询 每当想到这些 把那些老师的身影 和英容笑貌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就能够记得比较准了 好了 第一个考点 我们就说到这儿 然后大家下课之后 可以结合第二页的解题高手 来做进一步的把握 发现了是吧 我们的这个书呢 应该是上来以后 第一个地方 就让大家感受到了 和去年不一样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当然初心也是 我要帮助到大家 接下来 我们把刚才要讲的 那个里面的一部分 浓墨重彩的东西拿出来说 就是审计 这本书的主题 所以之后的时间 我们应该来说 99.99999都在讲审计 第二个问题 讲一讲 审计的含义和保证程度 什么叫做审计的含义 啥是审计 审计怎么来的 在教材上给你讲了一大堆 但是我要求大家掌握的就一句话 说审计呢 产生于企业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分离 这话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在这个里面 我们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 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小公司 或者呢 咱们老百姓的土话叫小作坊 这个小作坊有个什么样的特点 抢先学也给大家介绍过 首先老板 也叫股东 股东 他其实自己既是小作坊的所有者 同时呢 他也在打点的小作坊 他也是小作坊的经理人 你看那个你刷抖音啊 抖音上面有很多的手艺人 画画的 做这个唐人的 然后呢 做面的 煮粉的 是吧 好多好多 他们既是店铺的所有者老板 同时自己也是手艺人 也是经理人 所以他既当股东 又当经理 这其实是两种角色 什么叫股东呢 其实是企业的所有者 什么叫经理呢 其实是企业的经营者 好各位 在是小作坊的时候 这两种角色 其实是合二为一的 这个大家没问题吧 但是啊 随着企业的发展 这个小作坊呢 慢慢变成了大公司 那就知道 这两种角色 势必会发生分离 股东 不可能全国各地的 去跑工厂 那经理人 一定是股东所聘请的 在打点这家企业的运转 所以他们之间呢 就会产生信息的不对称 股东不相信经理 说把我的鞋 给我玩坏了怎么办 那经理呢 也很讨厌 说我明明的认真经营 我在公允的编制报表 我每次呢 还乖乖地给股东汇报 但他就是不相信我 所以二者之间有信任危机 其实啊 你询完审计之后 就会发现啊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真的好脆弱 审计讲的 其实通篇就是人性 你慢慢地就知道了 那二者之间的关系 那二者之间的关系什么呢 股东 他要对经理进行监督 而经理呢 他要对股东进行汇报 这汇报的一种 特别特别核心的方式 就是我们企业要编制 财务报表 来在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东西公允吗 股东当然觉得不公允 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地把我的钱 都揣到你自己腰包里啊 经理人说 千真万确是公允的 我坦坦荡荡 清清白白 诚诚信信 你俩也别吵了 找谁呢 找咱们 咱们是谁 中国注册会计师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而且我们具备专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我接受股东的委托 这叫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因为他要看这份报表 然后对经理人所编制的财务报表 这叫做编制者 他所编制的报表 我们来进行独立的审计 来发表我们的专业意见 最后出一份审计报告 给到所有者 给到使用者告诉他 我们的专业意见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引入了注册会计师之后 管理层编报表 注册会计师审报表 所有者 预期使用者来用报表 读报表 所以产生了三方关系 进而这种业务就萌发出来了 就叫做审计 所以你发现审计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产生的 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那因此从这幅图上 咱们可以总结两句话 第一句话 审计产生于什么 产生于两权分离 因为如果没有两权分离 不存在信息不对称 那就没有审计什么事 第二件事 叫做由于两权分离 所以呢 注册会计师 报表的使用者 还有报表的编制者 我们构成了三方关系 所以 这两句话 就很好地解释了审计的产生 所以今天的我们 我们有饭碗 我们有一技之长 我们有英雄的用武之地 我们要感谢两权分离 是吧 好了 把审计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渊源 给大家说清楚了 那回来之后 这句话也就好理解了 用背吗不需要啊 听懂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文周周的定义 说官方怎么说的 什么叫审计 说财务报表审计是指 注册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提供合理保证 以积极的方式提出意见 增强管理层之外 预期使用者 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这话好长啊 用背吗 明确地告诉各位 不需要背 大家只需要跟着我理解几个要点 带入到刚才的故事情节当中 能听懂就行了 第一句话 谁做这件事 注册会计师 这第一点 我们来做审计 第二件事你去审什么呢 你就看这张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本质上看的是 它是不是公允的 是不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来进行编制的 所以这第二点 第三 你给人家提供保证 这种保证是什么样的程度呢 叫做合理的保证 那至于什么叫合理保证 我们后面就会谈到 第四 我们要发表专业意见 我们发表专业意见的立场和态度 是积极的方式 所以这第四点 至于什么叫积极的方式 一会儿我就给你举例子 第五 做了这么多 咱图个啥呢 我们图的就是报表使用者放心 那报表使用者是谁 管理层之外的那些预期使用者 他们用的放心 我们心里就舒坦 所以目的就是增强他们的信赖 所以这第五点 好了 12345这五个概念 结合刚才的例子能听懂就够了 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 把这些概念要做咬文嚼字 要做信息的拆解 但是不用一字不落的原文去背诵 因为考试也不考你默写 很多同学大学的时候学审计 说老师我们大学学审计 有一个题型叫做名词解释题 那就给你写在那儿 财务报表审计你给我默写出来是啥意思 咱注块里没有这种题 我给你保证一定没有 所以你千万不要干巴巴的去背 背完之后不知所以然 这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那当然考试怎么考呢 那无非是这五个维度 出现在单选或者多选题当中 于是我在这给大家做了总结 所以这张表格 我希望大家重点掌握 明确的告诉各位 这个是必考的 一定会考 每年都有题 而且现在呢 审计是两套卷 一套是A 一套是B 你说老师我A卷当中没看到这个题 那B卷当中一定有 可是我们在上考场之前 咱也不知道自己抽A卷还是抽B卷 所以只能够百分之百的掌握 来剖析一下 左边呢是问题 右边呢是答案 这其实不是新知识了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来问 你来答 第一个 说审计的用户是谁 什么叫用户啊 咱给谁服务的 咱为了满足谁的需要 想想刚才那个故事 股东 报表的使用者 咱们满足的是他的需要 所以答案来了 审计的用户就是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二 审计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里2021年的教材有变化 所以大家按照新的内容来学 我已经给大家写在这了 什么叫做审计的目的 咱图个啥 总结成六个字 叫做查一查更放心 我们的目的是用合理保证的方式 提高报表的可信程度 增强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今年在这特别强调管理层之外 以往的教材当中没有写这几个字 所以很多人有困惑 说老师到底要不要写这几个字 现在写了是最准确的 但是历史上的考题 没写这几个字 人家也没算错 只能说表述更严谨了 接下来有一个坑 有一个考点 来在这给我写上 这是坑 坑是什么 说查一查更放心 但是怎么用我可不管 你别拿着我 审计的这份审计报告 去买了股票 然后亏了 亏了之后你过来找我 你说你让我去买这个股票的 这样的话咱们可不说 至于怎么用这份报表 别人说的话 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决定 所以审计不涉及 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所以各位同学 在这里大家把它把握好 这叫做怎么用我不管 这个经常是坑 考试就告诉你说 哎呀审计涉及 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那就是错的 第三我来问 继续你来答 说咱们审计提供保证 那这个程度是什么呀 程度在这里 刚才说过四个字 叫做合理保证 那与合理保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叫做绝对保证 但是我明确的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各位 不光是咱审计没有绝对保证 这个世界上说实话 也没有几件事 咱敢绝对保证 你说老师太阳东升西落 那还有小行星撞地球呢 所以啊 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 凡事无绝对 所以考试如果出来说 审计提供的是绝对保证 那一定是错的 太简单了 So easy 是吧 接下来 既然审计是合理保证 那就决定了 审计当中的大多数的审计证据 是说服性 而非结论性的 这个地方让很多人有点困惑 我给你解释解释 什么叫说服性 什么叫结论性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说服性 我用非常多合理的素材 摆在你面前 我说你看 这是我提供给你的信息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叫说服性 什么叫结论性呢 板上钉钉 这就叫结论性 毋庸置疑 这就叫结论性 那你刚才就清楚了 我举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 审计它没有绝对保证 所以大多数的证据 是佐证的 是说服性的 而非结论性的 这也是考试当中的坑 典型的出题方式就是写反了 说大多数都是结论性的 而不是说服性的 错 所以各位这样的题 咱们不能出错 接着我继续问 你继续答 说为什么人家找注册坏仕做审计呢 因为注册坏仕做审计 具备基础 这个基础 两个词 一个叫做独立 另外一个叫做专业 我们既要独立 也要专业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注册坏仕考试 未来给你们做月卷的那个月卷人 他必须是独立的 因为他不能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他也不能是你的仇人 悄悄的给你加分减分那不行 必须独立 再者呢 他也得专业 他也得知道怎么判卷 所以一要独立 二要专业 什么叫独立 既要独立于被审计单位 也要独立于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还记得吗 这叫两权分离 由此派生出来的三方关系 没问题吧 最后 审计的产品 审计的产品是什么 答案四个字 简明额要 审计报告 如果考试当中 在这给你挖个坑 说审计的最终产品 是审计报告这几页纸 还有后付的财务报表 写在这啊 后付的财务报表 这个说法对吗 刚才如果你把我讲的课听懂了 你就知道不对 为啥 告诉我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财务报表这件事 是谁做的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那是他的产品 怎么可能是我的产品呢 所以我的产品只能是审计报告 就这个点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从2015年开始到2020年 已经考了三次了 一模一样的考点出现三次 所以学审计 上课认真听 能够解决绝大多数考试当中遇到的考点 好 这一页当中 我给大家把坑 把原理都说完了 当然呢 很多同学可能也说 说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些坑 我没有记下来 你别着急 后面有什么 解题高手 我会等会再带着你回顾 所以现在重点是跟着我把它听懂了 就OK了 好 知道了什么叫做审计之后呢 刚才说 咱审计提供的是什么保证程度来着 叫做合理保证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保证呢 我说过没有 但是与合理保证 绝对保证 相互对应的 还有一个概念 也特别喜欢在考试中出现 叫做有限保证 所以在这里 我给大家 又总结了这样一张表 咱们来谈一谈保证程度的不同 讲这张表呢 其实整体上挺好理解的 于是呢 我不想给大家 从专业的角度先来说了 咱们先说说什么呢 先说说生活中的例子 说如何理解这张表 什么叫合理保证 什么叫有限保证 我举一个看医生的例子 我去年去看医生 医生认真正的做检查 给你提供合理保证 那怎么说呢 说金先生 你做了这么多的检查 血也抽了 这也化验了 那也拍片子了 这个CT也做了 B超也做了 这么细致的检查 我们该用的都用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呢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是良好的 那这个话我听的 心里就挺舒服 是吧 当然医生肯定不会告诉我 你一辈子都不会生病 没有人敢说这句话 所以基于我们的工作 我们认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 这就叫做高水平的合理保证 反之 如果你去医院 医生就简单的问了几句 或者呢 最基础的X光你拍了拍 但是详细的检查都没有做 然后你拿到X光的那一张化验单 你就会发现上面写的那个结论 叫做暂未发现明显异常 他不敢告诉你说你是健康的 你的健康状况是不错的 他只能说 哎呀 暂时呀 我没有发现导致你身体不健康的一些事项 至于是不是健康的 我不会直接的回答你 这有没有一种保证呢 哎 其实也有 暂未发现明显异常嘛 也是一种保证 可是这种保证 它的保证水平就比高水平要低 那这种保证程度 在咱们审计的这个相关学科领域中 我们把它称之为 有限保证 这个例子 特别好理解 我经常说 我说做完审计之后呢 整个人会变得有点神经质 为啥呢 以往我去医院看医生 现在呢 你看三四月份了 过两天这个北京的花粉 漫天飞舞 然后我又会进入到那个过敏的季节 每次过敏呢 我就医院去看医生 看医生的时候 有时候用一些药 或者你身体哪有点不舒服 你去医院打个点滴 医生都会问啊 哎 有没有什么药物是过敏的 一般的这个患者都会说 说没有 但我做审计的 审计师怎么说呢 暂时没有留意到有过敏的药物 医生就瞪你一眼 这回遇到内行了是吧 不会告诉我没有 不是没有 是我暂时没发现 所以你看做完审计之后 对人的性格影响特别大 来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这两种保证程度的区别 刚才给你定性了 说合理保证就是高水平的 有限保证 是低于高水平的 但是在这有个坑 我可没说它是低水平 你看好了啊 那叫低于高水平 我可没承认说它是低水平 所以考试的时候 别给咱写错了 那为什么一个是高水平 一个是低于高水平呢 那很显然就是做的工作不一样 刚才你也听明白了 所以我在这给你总结 我说他们分别会有这样的特征 因为审计我们做的多 做的多呢 检查风险就低 什么叫检查风险啊 就有病没被发现 这就叫检查风险 那你做的多 这种风险当然低了 那获得了证据得出了结论 可信程度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那证据这么多 程序这么多 都用什么程序呢 在这儿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七加 在这个七加 我们会在后续的第三章 给大家详细介绍 我现在呢 跟你说绕口令一样的说一说 叫做询问 检查 观察 韩正 分析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 用备吗 不用备 学到第三章 就变成你的常识了 所以叫十八般五亿 样样都要用在审计当中 但是七般五亿啊 所以做的多 证据多 风险就低 可信度就高 那最后我们发表意见的时候呢 咱们胸脯挺的就直 叫做积极的方式 所以写在这儿了 那审阅呢 做的少 程序少 证据拿的少 那自然检查风险就高一些 可信程度呢 相比于审计就低一些 那为什么他做的少呢 都做些什么呢 你看在刚才的七个程序当中 他主要运用的是询问 和分析 这不用学审计 只要你认识中国字你就明白了 询问呀 那太容易了 我一问你一答 这就叫询问 分析呢 动动脑子 眼珠子转一转 这就叫分析 而你审计 人家还要检查呢 还要观察呢 还要动笔 重新计算呢 你能比吗 比不了 所以最后你发表意见的方式 就是消极式的 好 这张表好理解 考试怎么考 无非就问你说 审计是什么样的 审计是什么样的 二者对比一下 所以这种题 咱们是绝对不能出错的 但是学完这个 还是会有很多 没有做过实务的同学 会表达自己的困惑 说老师你这么讲 考试我能应付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 到底啥叫审计 到底啥叫审计 因此呢 秉承着对大家负责的态度 我也不想让大家 学个呼伦吞噪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简单的理解一下 实务中怎么做审计 怎么做审计 先来看审计 比如说 以大家最为简单的 管理费用为例 假设管理费用当中 有一项费用呢 叫做业务招待费 或者呢 会议费 好了 产生这些费用 如果是做审计 我们怎么做 你看 我可以询问 什么费用啊 给我说一说 我可以检查 说来把这些费用的发票 都拿出来 我看一看 我可以去做重新计算 说你开一次会多少钱 你今年就花了这么多钱 我要算一算 当然我可以做分析 我把12个月各个月度的费用呢 画一张表 来看一看那张折线图 合不合理啊 有没有在业务淡季的时候 你还开了好多会啊 那么明显不合理吗 你不是骗鬼的吗 你看这么多程序我都可以用 所以点点点 我不再赘述了 做得多 最重要的目的是啥呢 就看管理费用当中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当然还有一种程序 叫做审月 这个月字啊 你就可以想一想啊 很火的网上有个词 叫做正知道了 啥叫正知道了 就已月 这就叫正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 总是说 就是这个寒假作业 我们写了那么那么长的时间 结果老师呢 就给我写个已月 说请你不要用已月两个字 来消耗我一个假期的努力 为啥 人家觉得你程序做得少 所以朕知道了 几句话就打了 是吧 所以这很好理解啊 你就想想这个例子 你就知道 审月做的东西就少 做啥呢 一般就问一问 问啥 啥费用啊 来给我说一说 OK了 还有呢 我们做做分析 说看一看 这些费用的这些趋势正常吗 脑海当中有个数 如果有异常的话 把它识别出来 差不多了 用计算吗 用区一比比的翻发票吗 一般不用 所以这个例子 大家就好理解 实物当中 原来审计是这样的 审月是这样的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说那审计这么好 为啥 咱们不就都去做审计呢 还要审月干嘛呢 很简单的道理 审月快 它的及时性更强 有的时候咱们着急 想要看一些数据 比如说在季度的时候 我不想等那么久 等你做完审计 黄瓜菜都凉了 这个季度都过去了 那我就做做审月 可是如果需要系统性的梳理 需要认认真真的 把过去一年的财务数据 得到一个特别专业的意见 得到一种合理保证 我就做审计 审计相对来说慢一些 但是可信度更高一些 所以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 所以结合十万例 把这两个概念给大家讲清楚 所以回到考试当中 还是要注意啊 二者之间要学会做辨析 好了 刚才给大家讲了 那么多那么多的坑 那么多那么多的考点 大家记下来了吗 有没有同学 在笔记本上跟着我 全部都记下来了 有吗 有的话当然很好啊 没有的话呢 也不用着急 来咱们打开讲义的第三页 在第三页下方 我给大家总结了解题高手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刚才解题高手当中 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坑 我要求大家在考试当中 关注两类陷阱 第一类陷阱 是关于审计的含义 在审计含义当中 我给大家今年一共总结了 四个考试当中需要 着重掌握的坑 第一个 审计是高水平的保证 你不能说绝对保证 不能说有限保证 也不能说什么中等水平 这一定不行 所以这第一点啊 四分之一 要注意审计是怎样的保证程度 第二个 刚才说过 审计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记得吧 所以记住啊 不涉及 这第二个坑 第三个坑 审计的产品是什么来着 审计报告 有没有后付的财务报表啊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后付财务报表 是管理层编制的 编报财务报表是它的责任 所以这是第三个坑 第四个 说审计的证据大多是 说服性的 而非结论性的 在2021版的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当中 你看 我把什么叫说服性 什么叫结论性 也给你详细的写出来了 就是为了帮助你理解 一旦上课的时候 溜号了没听清 下课之后 解题高手原理详解 也帮你解决 所以这是我们这六门课 为什么要有这个栏目 这个作用就在于此 所以记住啊 这是第四个坑 你看 我上课讲的坑 一个不辣 都帮你写了 所以放在这 这些坑 必须要石坑 躲坑 躲坑大作战 来 第二个维度 考试还喜欢考什么呢 喜欢考保证程度 在保证程度这里 考试的时候 我要求大家掌握 如下的这些坑 来第一个 第一个坑 说见证业务 那叫做 鉴定之后提供保证 所以记住啊 只有见证业务 才有保证程度 而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相关服务 他有没有保证 各位同学记住啊 相关服务没有保证 压根跟保证就无关 所以考试时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 我问你 我来说你来判断 说税务咨询提供高水平的合理保证 对不对 我再问你 说代编财务信息 提供低于高水平的有限保证 对不对 都是错的 因为相关服务不涉及保证 各位啊 这个可是个天大的坑 很多同学都在这掉坑里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第一个 来翻过来 在打好基础的第四页 翻过来啊 我们的讲义也是第四页 考试的时候还喜欢给你挖个坑 说审计我知道高水平的 审月呢 有限保证 低于高水平的 可是其他见证业务呢 那你记住 不要一概而论 因为其他见证业务的那个范围太大了 现实当中有好多好多种其他见证业务 不要求咱们掌握 但是你记住一个结论 对于其他见证业务 既有可能是合理保证 也有可能是有限保证 我们要看业务的具体情况而定 至于你说哪些见证业务是合理保证啊 哪些其他见证业务是有限保证呢 不太要求大家展开做详细的介绍 所以考试当中他会这么考你 说其他见证业务必然提供合理保证 对吗 错的 我们要分类而看待 在这拓展一下 你看预测性财务信息审核 这是望线未来的 展望未来 谁敢提供高水平的合理保证 咱又不是算卦的 咱又不是神婆 那一定是有限保证 没问题吧 但有一些其他见证业务呢 比如它不是财务报表的审计 不是财务报表审阅 可能是对某些信息进行的专项审计 比如过去有些年代有什么影改增 在那个下面可能有一些专项的审计业务 假设满足其他见证业务的定义 那么这些业务也有可能提供的是合理保证 所以记住既有可能合理 也有可能有限 这个内容我们在解题高手中也给大家做了总结 好了 这就是解题高手 作用就在于此 所以各位同学 我希望大家利用解题高手 把这些知识点给咱认认真真的掌握透彻 好 各位都听明白了吗 应该比较清晰了 比较清晰之后咱们来做个题 这个题是2014年的单选 原汁原味的 我没有做任何的相应的改动 但是等一下我要提示大家 在今年会有一些地方 有稍微一点点细节的变化 但是不影响这道题目的作答 让我们选择错误的选项 A 审计的目的是增强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没有问题 增强信赖 提供信心 当然今年的教材又特别强调 我们主要是为了谁服务呢 管理层之外的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但这个不影响 这是一个更严谨的表述 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区别 B 说审计可以有效满足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的需求 没问题啊 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 他们就是我的用户 C 说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这不就是小金老师总结的坑吗 所以C一定是错的 D 说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是住块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没问题 一要独立二要专业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C 这是真题 如果上课认真听 你说下去之后还用在 特别辛苦挑灯夜战 复习好多遍吗 我觉得不用 如果你把这东西搞懂了 下去之后应该非常轻松 这道题上了考场之后 绝对不会错 而且五秒钟就选出答案来了 而且每个选项你都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错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好了 这道题目答案选C 第一节的内容呢 最为核心的知识 我给大家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一些概念呢 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讲完了 在考试当中 也是非重要的考点 大家呢 现在呢可以把笔放下 比较轻松的 听我唠叨唠叨 讲讲故事就行了 下面有这么一个概念 叫做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 这两组概念呢 其实为了解决大家的一些知识的盲区 比如你回家 问问你的爸爸妈妈 你说爸爸妈妈 你们知不知道审计呢 他们一定知道 因为审计本身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 国家的机关 而这种审计呢 叫做政府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呢 就咱这本书学的内容 所以二者先做个简单的区分 这个地方呢 从来没有考过 如果要考也就是一分的单选题 所以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讲个故事吧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 就加入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回家的时候 我的奶奶啊 喜欢玩麻将 然后一帮老麻友 大家坐在一起打麻将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对我也特别亲切 老一辈人啊 思想相对来说都比较传统 问我 说毕业了 找着工作了 是吧 我说是 我还很骄傲 很自豪 因为那个时候 四大是我梦想的地方 我就想去四大 说做什么呀 我说做审计 在哪做审计呀 我说在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会计师事务所 我本以为啊 这个奶奶们会夸夸我是吧 孩子不错有出息 结果啊 奶奶拍拍我啊 语重心长的说 不错 好好的继续努力 争取有一天 能到审计局去 你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讲的是什么 在老一辈人的心理当中啊 其实政府审计 比注册会计师审计 他们更了解 为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政府审计 具有国家公信力 具有行政上的强制力 因此呢 在老百姓的心中 政府审计听上去更权威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正是因为 它具有行政强制力 所以它导致和筑块审计呢 有些不同 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 首先 执行主体不一样 一个是审计局审计署 一个是注册会计师 再者呢 审计的目标和对象不一样 咱们是对企业的财务报表 发表意见的 而他们呢 是对政府的财政收支 国有的金融机构 比如说几大行 企事业组织 国有企业 事业组织你知道 中国科学院 这就是确定 它的财务收支 是否真实合法 具有效益 因为这是人民的财产 所以我们要去看它 用的合理吗 合法吗 有效吗 接着 标准 审计法 国家审计准则 我们呢 是注册会计师法 还有这本书所讲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 简单了解即可 接下来 行为性质 一个是行政行为 而我们是市场行为 我们要收钱的 所以我们叫有偿服务 我们要收的是审计费 接下来 这个钱从哪来 我们做注册会计师审计 钱当然是审计客户 付给我们的 所以叫做 合审计客户协商 而国家审计呢 是人民的名义 所以 是财政预算 政府保证 取证权限 我们没有什么 行政的强制力 我们依赖于对方的配合 而政府审计 有关单位 有关个人 应当要支持 协助 反馈 提供材料 这就是强制的力量 接着 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 政府审计比较强势 可以提出 审计的决定 处理 还有处罚意见 咱们能吗 咱们发现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回到屋子里 在我们的小黑帐上 给他出具一个 不标准的 有问题的 审计报告 就行了 是吧 给他告一状 所以呢 如果审计 提出的意见 被企业拒绝了 我们就酌情的出具 保留 或者否定意见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 也可能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默默的心里面 给他扎个小人 是吧 这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简单了解即可 那接下来 教材在这一节 还给大家介绍了若干的几个小概念 这几个小概念呢 我在今年的书当中给大家总结为三个 第一个叫职业责任 什么叫职业责任呢 就你作为助快 你肩膀上有沉甸甸的担子 你应该进到什么样的义务 那咱们进什么义务 咱们就看报表使用者 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你的期望就是我的义务 就这个简单的关系 但你要注意啊 这有个坑 是很大程度上反映 报表使用者的期望 各位你要清楚啊 很大程度上 而不是百分之百 绝对不是完全反映 因为完全反映 咱们也真的做不到 所以社会公众 报表使用者 期望我们做到什么 那就是咱们的职业责任 这就咱们注册快议师 肩膀上沉甸甸的担子 了解一下就行了 也不是重要的考点 第二个 期望差距 什么叫期望差距呢 就说社会公众 他认为你应该做到什么 你看啊 就像我奶奶的朋友们 他们说 哎呀你都考过中国注册快议师了 那企业有问题 你不都应该发现吗 如果企业弄虚作假 你们怎么能够去纵容呢 他就认为 你应该发现所有的错误 甚至你应该发现所有的舞弊 弄虚作假的事 都不应该逃过我们的眼睛 这是社会公众对我们的期望 自然也是他们认为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咱们呢 你学完注快这本书 你就知道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道高一尺 磨还高一丈呢 所以有些事 不是咱们努力就能做得到的 比如说舞弊这件事 说实话 精心策划 蓄意隐瞒的舞弊 有的时候真的真的真的很难被发现 所以我们注册快许 我们会认为 我们尽力的去做 虽不能致 先向往之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百分之百 所以你会发现 在我们二者之间有差距 我们的认知和社会公众对我们的认知有差距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虽不能致 心向往之 我们要努力的去缩小这种差距 怎么缩小呢 咱们要充分的关注舞弊风险 这个内容在第十三章会大家详细介绍 好了 听明白了就行了 当故事听一听 最后一个 当然除了期望差距 我们注册快许是有的时候呢 还会面临着信息差距 啥叫信息差距 刚才我们学过 说注册快许师 你最终的产品就是这份审计报告 这个大家没问题吧 可是这份审计报告 在过去 在我们旧的审计准则下 把它称之为短式审计报告 短式审计报告就一个词啊 千篇一律 而一千家上市公司都长了一个样 所以能够提供的信息的含量非常低 相关性都比较差 当然现在翻身浓炉把歌唱 咱已经不用这个旧式的审计报告了 咱们用的是新式审计报告 教材第十九章 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新审计报告有个特别大的特色 叫做关键审计事项 什么叫关键审计事项 就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一家公司和每一家公司 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那个最为重要的事都不一样 好了 那请你不要给我千篇一律 你必须要做到个性化 以前人家不是吐槽咱们吗 说你看你们出了一个报告 一千份都长一个样 得 现在我们不这样了 我们每份报告呢 写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具有个性化的 那得到的结论就是关键审计事项的引入 使得把信息差距缩小了 我们注册会计师能够提供的信息更有效了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跟行业内的很多业内专家都聊过 当年啊 审计报告准则改革的时候 很多同学苦不堪言 说老师你看我们今年学这个审计报告准则好难啊 比过去的难多了 我说是的 但是你目光要长远 你的眼界要足够的宏大 我跟一个监管机构 一个特别资深的前辈聊过 他说这件事你不要认为是坏事 我认为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这是迫使我们注册会计师主动的往前走一步 因为如果你再不走这一步 很可能你要被淘汰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自我革命自我革新 使得我们注册会计师这个行业 你手上的那一纸证书保持竞争力 所以缩小信息差距本身也是提高我们自身的竞争力 好了 这个地方给大家做这样一些基本的分享 听懂的 大概明白这么一个故事就行了 好 讲到这儿 我们把教材的第一节为大家介绍完了 难吗 各位同学 能不能听懂 有没有觉得审计如穿烟般那么难啊 说实话 小马过河 说小马看到这个河 说这个水深不深啊 松鼠说 哎呀好深啊 把我淹死了 说我上次就在这淹死的 是吧 他问老牛 老红牛说不深不深 到底深不深啊 自己试过才知道 所以审计呢 不如传说中那么难 大家都能听懂 是吧 好了 各位同学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我们课间休息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十分钟之后 大家洗巴脸上个卫生间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直播课堂 我们再继续讲解剩命内容